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人口的基数非常的庞大 那正是因为这么庞大的人口基数 让我们今天中国的这个电子商务的市场 发展得非常的迅猛 层出不穷的这种垂直类的电子商务的网站 以及个性化的这种APP 开始不断地诞生 我昨天到这个北京来之前呢 这个通过一个APP的这个平台 叫合理家 做美甲的一个平台 定制了一个上门的服务 然后做了这款的这个指甲 我就在想 如果今天我是在澳大利亚 一个人口只有2280万的这么一个国度 做出这么一款APP 有多少人能会去用它呢 所以也正是因为在今天在中国 我们有这样的机会 所以说到跨境电商的这个发展由来 我想不得不先提一下我们今天中国电子商务发展的这么一个庞大的市场 今天很骄傲 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已经成为了全球的第一 我们很高兴在2012年的时候 我们淘宝和天猫的这个平台上 我们的交易量已经超过了eBay加亚马逊的这个总和 如果说前面的十年是我们中国国内电子商务发展的黄金时代 那么下一个十年将是我们跨境电商务发展的钻石年代 为什么呢 中国有强劲的这个市场的消费能力 我们海外的购买能力非常的强劲 大家看到这张图 2013年的时候 中国的出境游的人口是1800万人 而在海外的这个消费的能力是2160亿 而根据AC尼尔森的这个预测 在2018年的时候 我们这个市场的这个规模将达到1万亿 而事实上 在去年2014年的时候 商务部的一个数据显示 去年我们出境游的人口已经突破了一个亿 在海外的这个消费的能力已经突破了1万亿 所以今天其实中国的这个 我们市场的这个消费的这个能力啊 已经远远的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那我们国人出去大多数在哪里 美国 香港 日本 英国 这个澳大利亚 这些国家的商品 都是非常受我们国内的消费者欢迎的 那么我们中国消费者出去 买东西 几种商市 一种就是刚才讲的出境游 但是出境游也非常不便 今天我们出去的目的是为了出去旅游 可是旅游我还要带着大包小包 这样的东西 再能够辛辛苦苦地背回国家 有时候甚至装无下了 我还单独买一个行李箱 然后把我买的东西装到行李箱里面再背回来 这个在我们周围的很多朋友 这是非常的普遍 再一个呢 我们通过海外的网站来进行网购 海淘 可是海淘不是一般人能够实现的 今天如果说在海外众多的网站 你知道哪个网站上的东西是最好的呢 今天我要买英国的东西 日本的东西 法国的东西 德国的东西 所有上面讲的都是鸟语 你听得懂吗 再说到支付 你必须要有外卡 你才能够够 才能够网购 再讲到更悲催的就是物流 所有基本上这样的一些网站 它都不解决这个跨境物流的问题 你必须自己找到一个第三方的网站 这个转运的这个物流的这些网站 帮你把东西从海外运到我们的自己的家里面来 所以这些都是非常的不方便 再一个就是海外的代购 如果今天我通过我的亲戚朋友 把这些东西 海外的东西买到我手里 我一定是非常放心的 但是如果是通过一个第三方的 我从来就没有见过面的人 我有多少的信任度 能够相信呢 这个人 这个产品 所以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多存在的 目前的一些这些困难 但即便是这样的千辛万苦 我们的中国的消费者 仍然对海外海淘 这个是热衷有余 那为什么呢 海淘最早的人情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妈妈们 中国由于是这个独生子女的这些政策 所以让我们的妈妈们 宁愿自己千辛万苦的去节省 然后还愿意为我们的自己的孩子 去买到更好的 更安全的东西 所以最早海淘的时候的产品 是奶粉尿不湿 那我们看一下海外的 这个奶粉的这个市场 除了这个 能够买到安全的奶粉以外 其实在这个海外的 这个奶粉的产品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有很多是根据孩子的 这些特性而定制的 有防饥饿感的 有解决通便的困难的 有抗食物逆流的 还有是解决这个蛋白过敏的问题 我们再看孩子的这个衣服 内衣 事实上在海外 婴儿的这个服装 它这个材质的要求是最高等级的 是最好的这些棉质 可是在国内其实很多这样的产品上面 是没有这样的一些标准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的女性消费者 这一款时尚的包包 在海外的平台 卖498美金 差不多3000块左右 可是在国内的平台上面 要卖6200块钱 很多大牌 在不同的这些区域 它的定价 策略都是不一样的 同样是一款包包 Michael Kors的这个包 国内卖4000块钱 在海外的平台上 卖298美金 好 我们再看内衣 这是Victoria's Secret的这个内衣 在国内根本买不到 但是在海外 有非常多的一些选择 Tiffany的钻戒 在美国卖这样一款的钻戒 卖12万 在香港卖16万 而在我们国内 却要卖到20万 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们国人要这么悲催 同样的东西 这样的价差有这么大 但事实上品牌方 在不同的区域 它就是不同的定价的策略 我们再来看一下保健品 在国外保健品 上面有款老人的保健品 它有老人款 老人男款 老人女款 针对成人的保健品 有成人款 成人男款 成人女款 就针对不同的人群 它的细分是非常非常具体的 智能化的手表 我今天手上戴的是一款苹果的Apple Watch 可是事实上 在三四年前 我们海外的平台上 它已经有非常多的一些智能手表 为我们的这个苹果系统 为我们的安卓系统去定制 这是一个纸飞机 是国外的一个退役的飞行员 它有一个飞行的梦想 所以它也希望有更多的人 有一个飞行的梦想 但同样你希望能够有一个非常低廉的成本 我们去能够实现一个飞行的梦想 所以它就坐了一个纸飞机 A4纸叠成的一个纸飞机 装上了雷达加螺旋桨 用手机来遥控 你就能够实现飞行的梦想 所以这些都是潮流 我们再来看服务 这个是我们同事在海外的平台上 买的一款这个拖鞋 结果呢 穿了几天就破了 然后呢 它就开始向这个平台去投诉 结果 别人二话没说 也根本不需要你把这个东西寄回去 也不需要你去提供什么样的证据 几天之后 一个新的一双拖鞋就给你寄回来了 所以为什么要海淘 其实今天我们中国的消费者 渴望于世界来同步 我们希望买到同样质量的商品 我们希望买到一样价格的商品 我们同样希望能够赶超这个潮流 我们同样希望能够享受到世界一流的服务 所以这个呢 也就是我们今天天猫国际诞生的一个背景 一切的这些模式都源于这个我们消费者的需求 所以今天一个全国首个跨境B2C的这么一个进口的平台 它的应运而生背后是因为天时地利人和 所谓的天时是今天因为国家政策的这个鼓励 在2012年开始到今天 海关总署已经批准了国内七个城市 来做跨境电子商务的进口的试点城市 然后呢 接下来一系列的利好的政策 其实到今天有更加更给力的一些制度 今年的三月份李克强总理给杭州一个大礼包 全国首个跨境电子商务的综合试验区 就落地在杭州 现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些趋势 让我们看到跨境电子商务的未来 能够国家都开始来鼓励 这个跨境电子商务的快速的健康的一个发展 那所谓的地利是今天 我们在中国 这么庞大的一个人口国家 我们有将近14亿的人口 我们差不多一半的人都是网民 我们甚至今天已经有足够庞大的中产阶级 我们这些人的消费能力极强 所以这是今天在中国我们的地利 所谓的人和是今天 我们在全国各地政府部门 都非常鼓励跨境电子商务 都非常积极地去配合 去支持当地的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 所以这一切的天时地利人和 让今天跨境电子商务有个非常好的基因 能够快速迅速地发展 大家觉得阿里巴巴是个大平台 但事实上天猫国际 在这其中真的是一个小朋友 这个是我们在集团当中的一个创新的业务 所以是一支创新的团队 创业的团队 我们用创业的这种心态和精神 在运营的这样的一种模式 阿里巴巴所有的这个业务当中 其实都是这样 我们所有的一些新的业务 包括当年的淘宝 包括当年的支付宝 一切的这样的一些平台 其实在支出公司 都不会花太多的一些资源 给到这样的一个 这么一个部门 让我们这个部门 以一种创业的心态 然后去把这个模式做出来 做成功 其实跟在座的各位 这个创业者这种心态 这种背景这种模式 这种情况都是一样的 天猫国际当初呢 我们其实也想 阿里巴巴的这个原则 我们一直是客户第一 所以一切围绕着说 需求在哪里 所以我们找到几方面的需求 所以这个我们的模式 第一天就是利他的原则 首先第一个我们是利 中国的消费者 中国的消费者 要千辛万苦 才能买到国外的 这些优质的商品 但今天天猫国际 这么一个平台 让我们的中国消费者 可以不出国门 就可以买到 全球的好商品 那今天的这个跨境的模式下 由于在全国有七个试点城市 所以他们有保税仓 我们的海外商家 可以提前备货在我们的保税区 那么这些保税区的商品 它更有优势 由于这个提前通过海运的一些方式 以低廉的物流的成本 然后把东西已经运到了 这个我们的保税仓 所以呢 这个物流的成本极大的降低 那就让我们的海外商家 他有更大的一些空间 把这个利润 让给我们的中国消费者 同样的 这个时效可以大大的提升 由于这个东西已经在保税仓 所以营销活动一开始 这个商品就可以从保税仓 直接发货到我的消费者手里 基本上三到七天之内 都能够收到 我们海外的优质的商品 所以这个是我们说利益消费者 其实农村市场 六到七亿的人口 他们同样需要优质的进口商品 他们同样希望为自己的孩子 买到更安全 更好的一些产品 所以这样的一些时长 它能够花到非常低廉的一些价格 不需要到国外 就能够买到这些优质的 这个进口的商品 极大的提升我们消费者的幸福之处 那么第二个 我们说是利益海外商家 天王国际提供了海外商家 一个轻模式 第一门槛能够快速去试水中国市场的 这么一个机会 在过去 我们的海外商家 要进入中国市场 怎么办 唯一一个途径 通过传统贸易的形式进来 那传统贸易这个门槛是极高的 一个海外的 一个化妆品品牌的商家 如果今天它要拿到我们这个国内的政府的这个进口的许可 每一款的SKL需要花一到两年的时间 成本是都将近上百万 甚至进口的这样的一些化妆品进来 还需要通过动物的测试 我们海外很多商家是反动物测试 光光这一条就把它打在国门之外了 甚至更多的一些商家 因为有语 它不知道这个市场到底有多大 所以今天它是不敢做这个决定 先事先进入到这个中国的市场 事先去进行这个进口的审批许可 然后进入中国市场 我们举个例子说 我们平台上 就算是美国第二大的这个零售商Costco 在过去15年经过调研 它都没有决定要进入中国市场 但是去年的双十一前面的一个月 它进入了天猫国际 仅仅双十一一个活动 就让Costco的两款产品 一个是蔓越莓干 一个是混合坚果 卖掉了300吨 所以让美国的这个Costco的总部 对中国市场刮目相看 在经过了四个月的这个 这个店铺的运营之后 今天它开始决定说 我要在中国市场找两个城市 来开我的实体店 就算是Costco 它都是这样 今天如果是大的品牌 可能今天我说 我毫不犹豫的 我一掷千金 我就花钱下去 我就砸时间砸精力 我就这个进行审核许可 然后进入中国 卖不掉 我到自己 我大的公司 我能够承担 但是更多的一些中小的买家 今天它是没有这样的能力和精力的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市场规模 有多大的时候 我不敢走进来 所以今天就是海外商家 我们说今天天猫国际 给它一个很好的一个试水的平台 你只需要用海外的这个注册的工资 进入这个平台 你也不一定要在国内有仓储 当然你也可以提前备货 这个商品在保税区 你也可以东西备货在海外仓 就能够让你非常快速 直接进入到这个市场 所以这是利海外商家 第三个我们说利政府 前面我们说到了万亿的市场的这个规模 今天海关总署不是不想管 是实在没有这个人力精力来管 这么庞大的市场 你说我一单一单的来审 审得过来吗 有这样的人力吗 需要多少人来做 这是不可能 他不是不想做 但是今天 天猫国际在全国是第一个 跟政府的电子口岸进行的数据的对接 三单合一的数据对接 哪三单 一个是交易数据的这个订单 一个是我们的支付订单 一个是物流的订单 通过我们天猫国际 通过这个支付宝 通过这个菜鸟 这三单的信息 可以同时推送给我们的政府的电子口岸 那么让我们政府也非常科学规范 能够去进行这个阳光的 这样的一个监管的一个方式 同时该收的 除了我们政策这个鼓励的 50块钱的这个税是免掉的 其他该真的税 它通过这样的数据平台 都可以一一的征收到 所以这个我们觉得说是利 利政府的一点 非常好的一点 第四个呢 利社会 以前这些商家的商品 全是在他自己的生产过 所以这个仓库也是在海外 但是今天由于存在一个 跨境电商的一个保税备货的模式 所以我们的商家 他有机会把这些商品提前备货在保税区 那因为备货在了保税区 你就需要有人来服务 我们需要有打包的人 需要有分检货的人 需要有物流的人 同样有更多后续服务的人 那在杭州 我们这个夏沙这个跨贸园 为这样的一个保税备货的模式 今天他已经有将近1000人 在服务这个模式 到今年 他的人数将会增加到2000人 这就是社会的就业 我们希望为社会提供更多的一些就业 而在这个模式下面 其实今天除了这样的一个这些就业以外 其实有更多大量的一些就业机会 是什么 今天跨境电商 我们的海外商家需要更多的一些 有跨境服务能力的第三方的运营商 这就产生了大量的一些社会的就业 所以这个我们说 这个模式我们四个利他的原则 那么今天其实有越来越多的海外的品牌方 在竞相入驻天猫国际 今天其实阿里巴巴的大数据 是发挥非常好的作用 我们通过大数据可以提前知道 我们今天中国消费者 对海外的商品到底哪些品牌 是受欢迎的 然后我们根据这样的一些数据 我们定向去邀约海外的这些品牌方入驻 同时呢 大数据又为我们的 已经进驻的这些天猫国际的商家 提供后继的服务的支撑 我们空国大数据可以让商家清晰地看到 它的消费者在哪里 它的人群是哪些 它的年龄层是哪些 它的这个男女比例是怎样 所以这个后续的一系列的 我们所提供的一些营销的服务 它都可以个性化地去进行量身定制 这就是大数据的一个量 所以未来 即便这样的一些商家 未来想在中国市场 要找到一个一个合适的城市 去开实体店的话 以前可能是拍脑袋的 但是今天大数据可以让你 非常清晰地去做理性化的一些判断 我今天根据我的一些大数据 我选择合适的城市去开实体店 那在我们的平台上 已经有越来越多 我们整合了全球的这些供应链 全球的十大的这个超市 已经进驻到我们的平台上面来 像联合丽华 这个在我们已经进入了中国市场 但是事实上 它在中国市场的这样的这个产品的品类 只是占到它全球产品品类的15% 还有85%的这些产品 其实都没有进入中国市场 但是今天如果你是一个进口商 或者说你是一个自己自营的B2C的平台 你今天是不敢冒险 把这个海外品牌的所有的产品 全买进来 到自己的平台上进行销售的 你耗不起这个风险 正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平台化的 一个电商的一个平台 我们有能力让我们的海外商家 进入这个平台 你通过大数据来分析 哪些产品受欢迎留着 哪些产品可能根本卖不掉 下架 重新换一批上来 同时通过这样的一些数据 让我们的海外的商品 海外的这些品牌方 真正能够在中国这个品牌的知名度 能够大向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些知名的品牌 都已经进入到平台 像日本的这个Lox这个最大的一个免税店 像Sermos这个保温品的这个品牌 包括澳洲新西兰很多的一些保健品 在现在今天女性有很多在喝的椰子水 这个品牌是来源于这个Fabblaster 也就进入到这个平台上来 还有更多的一些非常有特色的一些品牌 比如说SBS是韩国的一个电视台 那她进入天王国际卖什么呢 卖电视剧里面那些明星 在用的这些品牌的产品 这是有很多的一些粉丝效应的 还有更多的我们希望帮助到 当地的一些中小品牌的一些卖家 我们通过像澳大利亚邮政 新西兰邮政 把当地的一些非常特色的一些品牌 通过这样的一些雨伞状的 这样的一些店铺 然后推向我们中国的消费市场 像新西兰邮政你知道有卖过什么吗 大家知道新西兰看过电影霍比特人 在他的店铺里就卖过霍比特人的 这样的一些电影里面的这些道具 以及这个邮票 这我们推出来之后 有很多的粉丝就说 哇 你这平台还有这样的东西可以买 我太喜欢了 所以这如果说我自己是一个自营的平台 我是不可能去买这些东西 这么小众的一些商品 如果卖不掉怎么办 但是我们正是因为平台的话 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些优势 再看到我们有这个拜仁 有皇家马德里 两个足球俱乐部 也纷纷进入到这个平台 马德里上个礼拜 在广州举行了我们的新闻发布会 这支足球队的所有的队员 全到了广州 来参加这个新闻发布会 这是他们队员 以前是从来就没有过的事 所以也充分看到他们对天猫国际 对我们国内的跨境电商的这么一个信心所在 同样我们看到免税店 很多我们去过泰国 去过这个韩国的这个我们的消费者 出境游 到了当地一定会买免税商品 但是大包小包多累啊 今天你不需要这么累了 男同学们 今天如果说到了这个泰国 到了这个韩国 你想回来给老婆买点东西 也不用那么辛苦 走之前悄悄地在这平台上先下单 而且这个价格还比你到现场去买更便宜 而且在现场你还要挤到这个人山人海当中啊 我去了韩国到兴罗 这么多的人我已经够买的欲望都没有了 今天不需要这么累 男同学最怕广街对不对 好 今天完全天猫国际可以帮你 走之前下单 回来的时候 轻轻松松地到机场取货就可以了 带回去老婆还开开心心对吧 所以这个全球的品牌会越来越多进入这个平台 好 我们可以看到各种的兼货 这是在双十一期间卖的最好的 事实上这些东西其实 你说这个Costco的这个坚果 我真的想象不到能够卖得这么好 我自己以前从来就没有买过 但是因为别人在买 我也会跟风买一贯尝尝吧 所以很多的这些消费是因为跟风而造成的 是吧 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的营销活动 我们知道有这么好这么有意思的一些商品的存在 那我们根据大数据 未来可以推出更多的一些商品 同样有很好的一些模式 我们也是可以去尝试 比如说Costco这两款商品 它就是通过预售的形式 所以对于商家来说 它不需要提前备太多的货 根据预售之后的这个订单的这些量 然后它开始预备它的这些商品 然后到中国消费者手里 这些特别极大的去降低损耗 而未来更有可能我们看到的是跨境的这些生鲜 我们在天猫的平台上 就曾经做过跨境的这个生鲜的这些预售 像美国的这个樱桃 我们在这个一个营销活动 就卖到了168吨 然后我们新西兰的这个生鲜的这个鲜活的生蚝 72小时从海里面直接到我消费者的餐盘里面了 这个在以前都无法想象 当时之前我们通过这个天猫的平台 通过这种传统的形式已经有进来 已经有进行尝试过 但未来只要这些我们的试点城市 他们的这些冷链的仓库仓储的能力具备 只要它这些所有的是冷链的一系列的供应链能够具备 我们在跨境的这个平台上面 生鲜也一定是有希望 国家馆的集体的入驻 今年的5月18号 韩国作为第一个国家馆入驻 然后6月份 包括美国 法国 英国等 11个国家的国家馆进驻 这又是一个非常好的营销的平台 我们通过跟政府的深度的合作 跟政府一起把当地这个国家 什么样的好的产品 什么样的好的商家 品牌 推荐给我们中国的消费者 甚至未来我们希望是用更多的去推荐当地的一种生活方式 推荐给我们更多的中国的消费者 那么对跨境电商的未来 我们的趋势 我们的判断是希望说 今天其实中国的出口的导向性经济 应该更多的向进口导向经济去发展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是这么思考 第一个呢 过去那么多年的中国制造 今天其实已经对海外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市场 已经造成了冲击 大家都知道中国制造 今天这个是非常的庞大 所以冲测了全球的市场 但是某种程度上呢 国外的这些市场也开始 它出台各种的地方保护主义 保护措施 以及贸易壁垒 来保护当地企业的他们的利益 但是今天 如果我们把中国这么庞大的这个消费市场 放到他面前 甚至我们这个用户的群体 已经远远超过了他自己国家的人口的时候 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应该思考 到底是应该封闭 去保护自己的这个市场 还是更开放地去看待这个中国的大市场 所以我们觉得扩大进口 是非常有利去平衡 今天中国制造对海外的冲击的 这是第一点 我们的一些这个认识 是希望说以进口来带动出口 那么今天一个国家 不是简单的一味的只是出口 我们有更多的进口带进来的时候 这个国家 它的考虑一定是非常积极和正向的 那么第二点呢 我们认为说 今天是因为中国的这个市场足够庞大 中国的中产阶级的人群 已经到了三个亿 我们根据麦肯锡的这个统计 到2020年的时候 中产阶级的人数会达到6.3亿 这么庞大的一个人群 这个消费能力是极强的 但是今天 我们今天中国国内的企业 是没有办法去满足我们这些 中产阶级的这样的消费能力的 即便今天我们就有这样的能力 可能我们牺牲的是蓝天白云 再也看不到了 所以这是第二点 那么第三点呢 我们认为今天就像6月份 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的这个会议上面提到的 互联网加外贸 幽进幽出 我们是扩大进口 是可以今天来倒逼国内的企业的转型升级的 如果说在这个市场上有越来越多优质的 高端的进口产品 在这个市场去满足我们中国消费者的时候 我们现有的在国内的这些制造型的企业 他应该思考怎么样去找到自己的发展的空间 让自己的产品的质量更好 去满足我们现有的中国消费者的这样的需求 今天不是说我们阻止一个东西就能够保护自己的 今天如果没有了淘宝 可能还有东宝西宝的单身 一样的跨境电商也是一样 所以你只有想着说 自己怎么样去找到那个发展的空间 去找到自己的立足点 这是第三点 那么第四点呢 我们今天其实觉得说 这个进口的这个市场 我们今天这个市场足够庞大 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一些机会 那么阿里巴巴在去年的这个上市之后呢 我们推出了三大战略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全球化 这全球化呢 指的是电子商务的全面的全球化 所以我们的梦想是希望帮助我们的消费者 买到全球的好商品 也帮助我们这些全球的商家 能够把东西卖到全世界去 卖到中国卖到全世界 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梦想 但这个全球化 其实是需要一个 大家来贡献一个开放 协同繁荣的电子商务的生态权 过去的16年 阿里巴巴打造的生态权 主要的这个市场在国内 但今天由于跨境电子商务的这些存在 未来需要更多的 在这个生态权当中 是全球化的电子商务的生态权 这个生态权当中 其实可能就需要各位的一些参与 所以我们说今天是一个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时代 那这里面就存在挑战和机遇 对于我们海外商家来说 其实今天做跨境电子商务 要进入中国市场 挑战是非常大的 你想这个市场是中国消费者 中国消费者完全对消费习惯都不一样 在海外的这个市场上面 我们今天上一个平台上买东西 你会看到海外这个网站上非常的简单 就是一款商品 它一个产品的规格就开始卖东西了 照样卖得很好 但在中国这个市场当中 你要是这样的东西 来卖给我们中国消费者 没人买 我有太多的选择 产品的丰富度 这个产品包装的颜色 特性 甚至是这个产品背后的一些故事 可能都是吸引我的那些点 所以这个是我们中国消费者的 消费习惯的不一样 这个海外商家是不懂的 他是没办法理解的 所以这个需要有人来帮他 同样就是说这个在我们的海外的这些商家 他语言 如果说你自己有中国的员工还可以 如果你没有中国员工 你怎么去跟我们中国的消费者去沟通 所以你同样需要说有人来帮你 来支持你 所以这既是我们海外商家的挑战 同样其实也是我们的机遇 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说是这种机会在哪里 机会就是当别人在抱怨的时候 你去把它做出来 机会当别人无法实现的时候 我去把它实现出来 所以这就是我们那些机会是什么呢 第一 有跨境能力的这个TP商 今天其实在淘宝平台上存在大量的TP商 但是大量的TP商是服务于国内的商家 我们海外商家所需要的这些跨境的TP商是什么 有跨境的这个沟通的语言能力的 我能了解中国市场的 同样我也了解海外这个产品的背景的 同样我可能在服务 我在物流上面可能能有我自己的一己之长的 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样的需求 是我们海外商家所需要的 你如果可能你是一个全方位的一站式的 能提供这样的服务当然是最好 但如果你只是其中的这一块 你能够提供服务 你同样也有机会 所以这个是我们觉得说 现在今天能够碰到的一些机遇 再一个呢 正因为海外商家这样存在的一些挑战 他也许自己没有能力来开这么一家实体店 但是如果你拿到他的一个品牌的独家授权 你来帮他来开海外天猫国际的海外旗舰店 独家授权给你 你同样有这样的一些机会 来开一个整个品牌方的一个实体店 再一个我觉得就是陶客 陶客今天同样有机会 我们海外商家要进入中国市场 他需要大量的营销 其实需要很多人帮他来做推广 而在淘宝的这个平台上 我们其实今天你存在了大量的陶客 是很多垂直类的网站 在自己垂直类上面 已经做得非常好 非常棒的这么一群这个平台 甚至是你可能是一个论坛 可能是一个自己独特的 社交媒体的这么一个平台 你可能只是一个非常小的 一个中间其中一小块的 这么一个个性化需求的 这么一个平台 但是你都有机会来帮助到 这些海外商家来推荐产品 你就相当于是海外商家的 遍布在全国的销售人员 所以机会有大把 就观念看你有没有看到 你有没有抓住